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七面 三信三谅通三进 三界伦时亦可知 那么这段呢是讲到第六一世的新王啊 他这个造业跟了别的情况 那么他所造的业呢 有善业也能够造恶业也能够造无稽业 那么他了别境界呢 就着他能言得心来说呢 有三种的量也都是三种的认识 这三种的认识可能是一种限量的认识 也可能是必量的认识或者是非量的认识 我们看偶主的注解 若以五世同极率而言现在尽不待名言 不只为外则属限量 那么这个是在一种散乱的阶段啊 就是第六一世跟前五世同时升级 叫五句一世 那么五句一世这个时候 率而言现在尽 这个是在率而心 率而是指突然的意思的 他攀岩现在的境界 这个时候在第一场楼是不待名言 而且不执着是属于外境的 那么这个时候是属于限量 这件事情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一般呢 我们这个前五世啊 这个五句一世去攀岩境界啊 一般都是前五世跟境界先接触 那么前五世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 他只一刹挪就过去了 就是在这个率而心的时候就过去了 到寻求的时候 第六一世就升起 但是第六一世升起的时候 他第一刹挪 第六一世升起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落名言 还没有落名言 就讲率而言现在尽 不待名言 所以说 虽然就整个念台的话说 他是第二念的 因为前五世是第一念 那么第六世才升起 但是就了第六一世本身来说呢 他还是第一念 所以这个时候 第六一世还是不待名言的 那么这个时候是属于限量 落入禅定 言禅定尽 一属限量 那么前面的是一种散乱的五句意识 这个以下呢 是在禅定跟智慧那种独头意识 落入禅定 那么禅定的时候 前五世是不能活动 就第六一世的独头意识 这个时候攀岩禅定的境界 已属限量 比如说 这个阿罗汉他入定 他观察你的前身 他入定以后 他看到你前身 你前身也是一个出家人 实际清静 那么也是修止修观 那么他看到的虽然是过气的境界 但是因为他是禅定的境界 他看到 这个境界就是 就是显现在前 这个境界很明显的显在他的前面 那么他能够不落分别 而且得到正确的认识 所以对禅定的来说呢 他就是限量 虽然这个境界是过去的 但是以他来说 他还是限量 所以这个禅定的境界都是属于限量 不过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就是假设 他入了禅定以后 又生取巡视的分别 比如说外道 他入了禅定 或者二禅 三禅 四禅 他看到这个牛升天了 虽然这个牛 离他很远 离他这个宅 十万里外 但是他入了定以后 这个牛就是显现在前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不起这个 虚幻分别的时候 是属于限量 但是他开始分别 哦 这个牛能够升天啊 因为什么升天呢 因为牛的业力 使定他升天 好 这个时候属于飞量 就是他对这个定境 开始行事的时候 就落入飞量 可能会入飞量 也可能会入飞量 或者限量 但是他直接攀岩定境 那一刹落 那个时候的定境 是属于限量 这个地方是要分别的 落入二空观 或根本至清正真如 或后得至变相观空 一皆限量 那么假设我们入了二空观 当然这个一定是出地以上的圣人 如果空观 法空观 这个时候是限量 像这个密教有一本 论叫限观庄严论 这解释大品玻雷经 弥勒菩萨造 这个限观啊 这观是观什么呢 是我空 我空 我空观 法空观 但是他那个是属于限量的观 不是我们凡复的比量 限观庄严 这种观 也特别的庄严 特别的庄严 公德庄严 那么圣人住我空观 法空观 这个时候是属于限量 或根本至清正真如 也是属于限量 或后得至变相观空 这都是属于限量 当然这个都是圣人对这种 无为的真如 才有限量的智慧 那么这个是说明 第六意识是处在限量 有三种的状态 不过我们凡复在这个限量的情况不多的 都是第一庄严而已 第二庄严就落入比量跟非量 我们再看第二个 若见众言而观于义 不倒不谬如见验之火 如见脚之牛等 则明比量 那么这个比量 就是戒言而观于义 假戒我们已经知道的因言 而观察未知的义理 虽然这个义理是我们未知 但是因为这个因言 有这个假戒 所以也得到一个不倒不谬的认识 不颠倒也不臭谬的认识 下面举一个例子 说如见烟之火 我们看到这个山的一边有烟 但是这个我们没看到火 这个火被山挡住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烟是已知的因言 从已知的因言 我们知道一定有火 因为这个烟是由火生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 但是他这个火不现在前 但是这样子叫比量 他还是正确 见脚之牛 我们在这个墙角的那一边 看到两个牛角 虽然没看到牛的身体 但是我们判断 这个墙的另外一边有牛 就是假戒已经知道的这个角 这个因言 我们知道有牛 戒向推度 戒向推度 那么这个时候 戒进无谬 这个叫比量 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这个 圣人的内心的境界 圣人他这个诸法实相 他所攀岩的诸法实相 是什么境界呢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 龙树菩萨的中观论的祭奏 因言所生法 我说既是空 一名为假民 一名中道义 这是因言所生法 这个是包括一切的 杂染的因果 清净的因果 生死的法 涅凡的法 这些都不是上帝创造 都是因言所生 有这个极地的因言 出现了生死的苦地 有这个道地的因言 生起念法的灭地 这些都是杂染 清净的法 都是因言所生法 那么这个清净的法 他的本质呢 我说既是空 因为因言生 本性就是空 他是无我无我所的 这个因言所生法 我说既是空 中法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法的本质 他自己不能生起 他要假结因言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花瓶 这个花瓶有他的性质 这个性质是他自己不能生起的 你说花瓶自己能够生起花瓶的性质 那这个花瓶是有自信 但事实上不是 这个花瓶的性质要出现 要假结因言才有 离开的因言 他的性质就不存在 你说这个生死流转 到地狱去了 地狱的刀山游过是怎么生起呢 他自己不能生起 假结因言 假结罪业的因言 为什么他能够受用这个涅槃极境乐呢 涅槃极境乐也自己不能生起 要假结这个戒定会的因言 所以既然假结因言 他的本性就是空 无自信 空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是一种圣意地的观察 从圣意地来说 他是无我无我所的自信空地 那么从世俗地来说 一名为假名 这个时候要假结名言来安利 这些各式各样的名分 这是一个圣人 这是一个凡夫 圣人所受用的是正法的涅槃 凡夫所受用的就是这个事件的无欲 这就是名言安利 一名为假名言 一名中道 那么我们把这个圣意地跟世俗地 两个把它放在一起 使临他平衡 就是真地跟俗地的 融合起来 这个就是一名中道义 你就看到诸法的中道 自信空 但是他因言有 如幻有 虽然如梦如幻的有 生死是梦如幻的有 就流转了 做人啊 做天啊 做狗啊 在那边多流转 那些阿罗汉圣人 恒常的受用这个涅槃基金的 那么这些都是如幻有 这个世俗地 那么世俗地跟一切法毕竟 把它放在一起 这个就是中道实相 所以我们从这个文字当中 也能够对这种诸法的真相 有一个比量的证实 虽然不能轻证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 是正确 这个就是比量 若借众言而观念意 不道不妙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是讲到比量 再看这个非量 若颠倒推求 虚妄嫉妒 不能如理而解 不能如事而知 如无我既我不敬畏敬等 又如见物宜人 见神宜舌等 又如意赌空花 列官恶业等 皆明非两言 那么前面的限量跟比量 都是对于所言尽 一种正确的认识 不管是亲政法敌 不管是借向推度 总之 都是不倒不妙 都是正确的认识 但是这个非量 是颠倒推求 虚妄嫉妒 就是这种颠倒的推求 那么不能如理而解 不能如事而知 不能够如理 从圣意地来说不能如理 从世俗地也不能如事而知 那请一个例子 如无我既我不敬畏敬等 就是我们这个五应身心 没有一个自我的主宰 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 有色受想心事 有我们这个色身 有思想 但是这个色心诸法 都不是从自己这方面升起的 为什么有这个生命呢 不是我自己会有的 是由因言而有的 那么就是无我 那么我们无我当中 就只说有一个 恒常住不便义的我 这个我是不受因言而改变的 叫做我 或者不敬为敬 等等 那么就是四种颠倒了 那么又如见物宜人 见神宜舍等 前面是讲出这个例子了 就是非量的例子 有不敬 这个常乐我敬 是种颠倒 这一下讲出他的批语 说这个见物宜人 这个物呢 是一个枯木 这个树啊 完全干的 连那个枝叶花果都没有 就一根树干而已 那么我们在黑暗当中 看到物 以为那边站一个人 那么你对这个人的认识 是错误的 那不是人 那是个物 但是我们认为他是人 这个就是非量 就是那个东西 你对他的认识是错误的 是颠倒的 这就是非量 或者见神 以蛇 晚上当中啊 看到一个神子 我们以为他是蛇 那么我们对这个神子的认识 也是颠倒的 因为他不是蛇 他是神子 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是蛇 就好像说我们啊 我们这个生命里是无我的 我们的三心世界是随阴眼 叉挪叉挪变化的 色法是变化 心法也变化 但是我们认为 我们的心是有我的 这个也是颠倒 因为你认识的跟实际的情况不符合 所以这个叫非量 又如易堵空花 这个易啊 就是眼睛啊 长得这个白色的薄墨 也是白内障 你眼睛有毛病啊 看到虚空有花 事实上虚空没花 这个时候 我们对这个花的认识也错谬 这个花本来没有的 你把它想出来的 又如捏关二叶 这个捏关二叶是嫩眼睛的辟喻 所以你这个眼睛啊 你把它捏一捏啊 这个眼睛就涉及他的功能啊 你看到叶量啊 一个叶量就看成两个叶量 有出现第二叶 那个第二叶也是非量 根本没有第二叶 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非量所收射 这个非量啊 主要的就是 我们的身心世界的这种四种颠倒 我们对我们的生命体啊 会产生四种错误的认识 就是这个长乐国境 所以我们要求思念处来破这四种颠倒 这个思念处啊 在成为书论他提出一个说明啊 说为什么要这个思念处所观的境界是深受心法 能观的知识不尽苦无常无我 说为什么要观深受心法呢 这当中有一个理由 这个一学思念论是说 这个深受心法主要的是心 就是我们以心为我 所以要观深 因为我们多数人都是认为这一念明了的心思 我是有常用主宰的 说为什么它是我呢 因为我能够思考能够造业 都是靠我 靠这个心 所以那个就是我 代表自我 那么这个我 这一念心啊 要有一子处 有一子处 什么是我的一子处呢 这个摄身是我的一子处 就像我们一个人要有房子处一样 这一念心要以摄身做一子处 这个身也会起颠倒 就是静的颠倒 那么我这一念心一直在摄身当中啊 要做一些事情 要造业 这是法 造的善业 造的恶业 造的染物业 造的千奇业 这个就是法 你在念心啊 它不是一天到晚极尽的 它要活动的 它一子射身去活动 所以就有这个法是首关键 那么我这一念心去 不但是造业 我还能够受用 我跟一切境界 一接触的时候 有种种的受用 就是受 就是深受心法 但是主要的就是以心为主 所以这个就是不尽苦无常无我的破除四种颠倒 我们对这个射身会生起尽的颠倒 我认为这个射身是美妙的 这个是观身不尽 观察我们这个射身啊 这个为师的经论 它这个观身不尽啊 是从脚观起来 就观你这个有骨头 有这个脚长的骨头 小腿的骨头 大腿的骨头 有脊椎骨 然后一个骷髅头 两个眼睛凹进去 一个鼻子凹进去 四个牙齿露出来 然后里面啊 放了很多的内身不尽 容血死尿 那么把这个皮包起来 就这样观察 哦 这个就得到一个正确的比量 因为这个射身是这样 破除我们对他 以为他是美妙的颠倒 这样的费量的认识 这个受也是一样 观受是苦 我们这个感受啊 我们这个射身啊 跟经界一接触 有这个瘦 苦瘦 热瘦 舍瘦 这个瘦应该怎么观察呢 一些诗论讲出一个屁育说啊 说我们这个人啊 皮肤长了一个 容疮 庸居 这个疮啊 这个疮啊 如果跟这个 火一接触的时候 很痛苦啊 就这是苦瘦 这个瘦本来就很痛啊 你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火一接触那不得了 痛得很厉害 这是苦瘦 那么偶尔这个仓啊 跟这个冰水一接触啊 得到一点热瘦 这叫热瘦 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快乐就是这个 庸居里面跟这个冰啊 暂时一接触 那个痛苦的感受暂时消失一点点 暗地做热瘦 有时候我们也不感到快乐 也不感到痛苦 就是这个仓啊 也不跟冷水接触 也不跟热水接触 但是它也是仓 它的本身就是仓 就是苦 所以暗地做辛苦 所以这个苦苦 坏苦辛苦啊 就是这个仓啊 还是本质就是仓 就是这个 生命的本质就是苦 所以这个就是 观寿是苦 那么观心无常 观心无常是主要的 观我们这内心是会变化的 观心无常啊 我们也很容易感觉得到 比如说你造的善业造的多的人啊 你内心容易急紧 你一直造沙盗淫妄啊 你破了戒以后啊 你马上你发现你心不安 可见的这个心会变化 所以因言而变化 你说我们这内心是恒常做不变异的 那么它就要应该有独立自主的体性 不随业力而变化 事实上不是 你造的善业造的恶业 你内心的状态一定会有变化 可见的这个心的明了功能 是无常的 无常也等于是无我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那么不敬跟苦是对峙爱取的烦恼 这个无常无我是对峙我见的颠倒 一个爱烦恼一个见烦恼 这个四念处啊 就是在对峙爱烦恼跟见烦恼 就是三界的见识烦恼 这个四念处是很重要 好 在这个华言经有一个寄送说啊 菩萨清凉业常有必尽空 众生心构进菩萨引现中 我们讲这个灵命中的跟弥陀感应道教 这句话能够露出一点消息出来 说这个菩萨清凉业常有必尽空 佛菩萨的心啊 他不像我们凡复在有相的境界活动 是常有必尽空 我空法空的真主相应 这是佛菩萨的自受用的情况 但是佛菩萨怎么跟众生接触呢 众生心构进菩萨引现中 就是你你命中跟弥陀感应道教 绝对不是在一种杂染的心 内心的活动状态 你一定是在一种正面分明 一种寂静的状态 跟弥陀感应道教 虽然我们代言往生啊 我们阿赖也是当中 很多无量无边的 有肉的罪业跟烦恼的都在 但是都一定要在种子位 就是你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的条件 一定是要善心起绚醒 众生性构进 才能够菩萨引现中 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 所以我们老是修子 一路就是使你内心明镜不动 你那个无量无边的颠倒 常乐火镜的颠倒 到灵命中的时候就会出现 因为你根本没有生起对峙的力量 一切法应延伸 你没有对峙它 它自然就活动 而过去有窜息 就有这股力量 你修试炼处 我们能够 我自己感觉 我们平常经常这样子 观身不尽 观寿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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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修一段时间 你会发觉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 真正不可思议 能够改变你的内心的状态 因为这个法宝真的是宝 那么你这样修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觉得 临终的正念分明是可以达到的 那么你这个施念书做基础 在信念之明 那是万修万能修 那真的是众生心勾进菩萨隐形中 可以做得到 反复可以做得到 虽然没有断烦恼 但是可以把这个烦恼对之住 所以这个试念书 它能够 为你的佛号破障 就是你这个开车 前面有大石头 试念书可以把前面那个石头都给清除掉 让你这个车子开的顺利 所以我在念这句阿弥陀 我的佛号跟弥陀感应道教 有障碍 障碍 绝对不是发生在阿弥陀的身上 是我们的身心有障碍 有什么障碍呢 就是常乐伯境四种颠倒 爱烦恼见烦恼的障碍 这个障碍怎么办呢 试念书可以帮你破除 破障 破障以后你这句佛号 就能够跟弥陀感应道教 众生心构进菩萨淫现中 所以这个我 其实我们要是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只要正念不分明 心中没有跟佛法相应 多数都是飞掉 看到事情都是长乐伯境的 都是颠倒点 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飞掉的实力很大的 很大很大的 的确是要对视力 的确是要对视力 那么这个是讲到能言的量 再看他所言的静 三静 即性静、代识静、独隐静 性静已如全世 这个性静就是真实的境界 没有加上我们的分别 完全是由业力所限的境界 叫性静 那么代识静 这个代就是夹代 夹代物体的本质 而生起自心的影像 但是这个影像跟本质已经不完全一样 叫代识静 那么代识静 附有两种 一者以心言心,明真代识 即第六意识,通言一切心及心所 即第七意识,单言第八识是见闻事也 那么 这个真代识 就是以心法来言心法叫真代识 那么这以下讲出两个例子 就第六意识通言一切的心心所 第六意识的心王去攀言心所 我们去分别这个贪心所的相貌 这个信心的相貌 那么能攀言的心是心王是心法 所攀言的心所也是心法 这个叫真代识 或者是第七意识,单言第八识的见闻 第七意识的心王去攀言第八识的见闻 这两个都是属于心法 这叫代识静 当然第七意识,攀言第八识的见闻 升起一个我的相貌 而这个我的相貌 跟第八识的本来的明了性 那个刹挪的圣面相 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他虽然夹带第八识的见闻 但是升起的影像 跟原来的本质 已经不完全一样 叫代识静 二者以心颜色明是代识 为代笔相其有识彼直 如一经做官 非是五事,所言现今故焉 前面的真代识是以心颜心 以明了心的心来颜明了的境界 那么这个世代识是以心来颜色物质的境界 为代笔相其有识彼直 夹带这个物体的相貌 但是升起以后呢 跟原来的本质不一样 虽然不完全一样 但是又相似 相似他的本质 这一下讲一个批 如一经做官 非是五事,所言现今也 比如说我们这个念阿弥陀经 网课 如是佛文,一时佛在社会国 集数集孤独演一大笔 就等千二百五十登居 阿罗汉 佛陀就开始说话 从世西方,果实万一佛土以后 世间明曰极德基督有佛号 阿弥陀经现在说话 佛陀介绍这个极乐世界的一阵 先个总说 极乐世界的名称 它的距离 十万余佛土 这个国土有什么呢? 有佛陀 有正报的佛 有依报的国土 那么以下就广泛的 广称彼土依正妙国一起行 讲到极乐世界的依报的 七宝池 八宫德学 宫殿 天仪曼陀罗话 各式各样的依报庄园 依报庄园讲完以后 讲到正报庄园 圣地佛 彼佛和佛号阿弥陀 彼佛光明无量造实邦国 先介绍阿弥陀佛的功能 光明无量 算命无量 再介绍他的眷属 彼佛有无量我便生文弟子 那些生文菩萨 围绕的佛陀 这是一个广大的清净的僧团 我们要一经做官 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国土 有两个很特殊的一个 这个国土有两个地方很特殊 第一个 极乐世界阿 它完全是一种快乐的境界 无有众苦但受足了 这是第一个境界 就是我们在极乐国土 那个生命阿 跟境界一接触 只有热受 这第一个 其次呢 极乐世界是一个清净的世界 我们看释迦摩尼佛 也来到我们这个娑佛世界 八象成道 也形成一个僧团 但是 娑佛世界这个三宝的力 这种清净的力量不能普遍 你看释迦摩尼佛在印度出现的时候 印度有三亿人口 只有一亿的人亲眼看到佛陀 有两亿人没有看到佛陀 没有听闻正法 也没有看到佛陀的身份 有两亿人 身在佛的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同在印度 有两亿人当面错过 其实娑佛世界的确是有障碍 但是极乐世界不是 极乐世界你即使不是在佛陀的旁边 不是在阿罗汉圣人的旁边 你一个人独自在山林处下进一行 你吃吃这个七宝池的水 听听这个宝树螺格 微风吹动所善化的声音 自然皆生练佛练法练善之心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极乐世界的三宝的力量是普遍的 他的色色香味处得进去都是三宝的力量 皆是阿弥陀佛义令法音先流变化所作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研究禁读法门 圣一承认是一定要看出来 就是极乐世界的 这些地方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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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